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红掌 红掌是使肥的一种植物 那么它为什么会使肥呢? 因为它一年365天都可以开花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养分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如果我们在养护的时候没有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那么它的生长速度非常慢 更别说让它开花了 但是就有花友问了 在养护的时候也是正常的给它施肥浇水 各方面都做得好 就是不见它生长,不见它开花 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有可能就是你这个盆土出现了问题 如果土壤里面的有害物质多了 或者是它呈碱性的话 那么就不利于红掌生长 有害物质多了就会影响到它的根系生长 那么它输送的养分就慢了 就会生长得比较缓慢 还有土壤呈碱性更不利于它的植株生长 因为它是一个矢酸性花卉 那么呈碱性的话就回背了它的生长实性 我们平时养护红掌的时候 给它调节土壤的酸碱度的话 通常都会使用这个硫酸亚田 我这一盆就是使用了这个胰胰菌原路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胰胰菌原路呢? 因为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这些鱿鱼活金 能在土壤里面分解出更多的有机物质 那么这些有机物质呢 慢慢的转化回矿核物质 它含的酸性也是比较高的 既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又可以给它补酸 一举两得 每隔十天浇灌一次只要坚持使用 三次以上又得到很好的改善 又可以调节酸碱度 这个根系也长得好 长得壮 又可以提高一个抗性 吞撒叶面的话 又可以进行更多的光合作用 那么它就会积累更多的光合产物 更有利于植株生长 能让它开花不断 土壤调节好 再给它施肥 那样的话才能让它吸收得到一些养分 才有利于它生长的好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